我们都知道,2021年美国最衰的事都是中国给干的 譬如3月18日被中国在阿拉斯加掀了桌子而无可奈何 再譬如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台湾省当局合谋 要颠覆所罗门群岛 结果所罗门群岛愣是在中国的支持下扛过去了 美国精心策划的事件以失败而告终 但是,这是当时没完 后来在所罗门群岛的请求下 中国不但向所罗门群岛提供了防暴的警用物资 更是派去了专家帮助其训练和制定防暴方案等 这就是说所罗门群岛政府在中国的支持下 具备了更强大的评判防暴能力 有了更加专业的设备 而就在刚刚最新的消息又来了 这估计会让美国、澳大利亚气风 据观察者网转引路透社3月24日报道 所罗门群岛政府警务部门 一名高级官员证实 所罗门群岛已经与中国签署了一项警务协议 还将向内阁提供一份更广泛的安全协议提案 提供一份更广泛的安全协议是几个意思 直白说,就是如果所罗门群岛再出现骚乱 中国可以派军警去维和 事实上,所罗门群岛就和澳大利亚签署了安全协议 骚乱之时澳大利亚就曾派军警到所罗门群岛维和 根据所罗门群岛警察 国家安全和成交服务部门 常务秘书凯伦加洛卡来向路透社证实 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签署的合作协议涉及警务 此外,双方正在讨论一项更为广泛的协议 而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份安全被忘录草案显示 涵盖中国警察、武警和军队在所罗门群岛协助维护社会秩序 救灾、保护中国人员和重大项目安全等方面 加洛卡来则表示,他知道社交媒体上的流传的内容 但他不会猜测批准与中国安全合作协议的时间 这件事的战略意义太大了 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的警察和军队 很可能要在其他国家的要求下进行维和了 说白了中国要用自己的军事能力 帮助自己的朋友国家稳定 帮助他们维护政权 打击那些试图颠覆他们政权的力量 那么,中国有没有这种能力呢? 过去还真没有 因为我们没有大规模的军事投送能力 现在不同了 中国运二世的大型运输机 已经可以飞到向南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 只要相关国家需要 中国分分钟可以把部队运过去 何况中国的远洋舰队也可以到相关国家帮忙 一旦有了这种模式 很多国家就敢跟着中国一起推动一带一路了 因为某国要想颠覆他们 中国就可以直接派兵帮忙 中国警察、武警打击那些搞破坏的暴乱分子 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吗? 之所以所罗门群岛成为第一个 那是因为所罗门群岛没有军队 只有800多名警察 澳大利亚和所罗门群岛2017年签署双边安全条约 允许澳大利亚警察、军人及相关人员在发生紧急情况时 前往所罗门群岛维持秩序 现在所罗门群岛大概觉得澳大利亚不可靠 所以也和中国签署这样的协议真的可谓是双赢 事实上所罗门群岛这么做很可能是被美国逼的 美国在颠覆所罗门群岛政权不成的情况下 今年2月美国国务院解担忧中国影响力为由 时隔29年重新开设住所罗门群岛大使馆 所罗门群岛已经意识到 美国不颠覆他们是事不罢休 而且美国还有澳大利亚配合 上次躲过一劫下次就不好说了 所以干脆所罗门群岛把中国也拉进去 所罗门群岛有了中国这个靠山 需要的时候招呼一声 中国的军警很快就飞过去了 以中国的实力和能力 那以后政权还不是稳稳当当的 以后跟着中国混的国家会越来越多 美国猖狂的日子长不了了